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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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民 大家都知道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就像是人生八苦中 最折磨人的病苦 我们当然是无法分摊 病人的病痛 但是绝对要来学习 他们如何身有病 心不病的转念智慧 像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老师 谁呢 这一位 身穿着慈器志工背心 手拿着麦克风边主持活动 边帮长者按摩的这一位 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刘菊英师姐 光看外表你真的很难想象 其实她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饱受僵直性脊椎炎的痛苦 你知道吗 那种痛是让她坐立难安 她说最惨的时候曾经让她痛到 就快要忘记呼吸了 所以她曾经痛骂 对她病情束手无策的意思说 哎呀 七年的医学教育 您是怎么养成的啊 更糟糕的是祸不单行 一年多前她得到了乳癌 但是她这一次 不仅没有骂医师 她还坦然面对 怎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带大家到屏东 来看刘菊英师姐 蛻变的人生故事 早 早 早 穩重 过 穩重 身体好 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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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植性脊椎炎的苦 慈继志工刘菊英最明白 最严重的时候 只能用坐立难安 来形容她的无奈 曾经四处求医 却始终无法确诊病情的她 甚至和医生大吵一架 她那个时候也是到处求医啊 可是她也找不出病 那个时候常常到医院去 都跟医生吵架 对啊 因为我的痛 她们不知道嘛 可是她告诉我我没有病嘛 身体发作了 不是很痛苦 是极度痛苦 而且我这个痛是24小时的 平常的痛不算痛 这种痛就是她发作节的那个痛 是痛到你忘记怎么样复兴 直到医生建议她透过运动 让疼痛的状况缓解 她才学会和疾病和平共处 没想到2012年6月 在一次健康检查的过程里 医生告诉她另一个噩耗 你罹患乳癌要接受手术治疗 也是蛮緊张啊 蛮恐慌的啊 就想到她怎么会发生这个事 就看看医生能不能说 尽量能不切除不开刀的话 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啦 因为我一方面怕她开刀也是 怕她身体承受不了 我们就觉得她对她身体 是没有自信的啊 她就听医生的话啦 这一次刘菊英把身体交给医生 把心交给菩萨 反而能坦然面对这样的无常 原则上是早上五点半六点会一定会看 像原划带给我太多正面的 就是我现在的想法看法 都是比较正向 那以前是因为自己身体一直不好 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就影响心理 很多的想法都很敷衍 这一段感觉是可能出头 这一段感觉是可能出头 这一段感觉是可能 死生的一段 死了一段 刚来慈祭的时候都认为说 我去做慈祭呢 我去帮助人家 实际上先回过头来想说 其实我们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让我们去了解真的众生的苦相 那自己去感受说 什么叫做贱苦知福 真的是贱苦才知自己有多有福 了解慈祭的好 这让刘菊英和先生吴世忠 把住家的一楼慷慨提供出来 作为街影社区民众的共修道场 无量益经的经文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一起来念 爱上皇舌上安处如创 上人就是一直说要落实社区道场 落实社区的话 如果说我们社区有一些方便 大家共修的地方是最好 这样给大家方便吗 与众生所能打鼓 我们这个班上看起来就知道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 如果说没有落实社区的话 你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是不是那个行动不便啊 那有的人意愿就会比较低一点 那像我们住的比较近来这里很方便 就是说那个道心比较容易肇杂 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全了别人 那也真的是也成全了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个班级在使用这个教室 那一切的水电啊 这个师姐都没有条件的这样付出 那我觉得真是难能可贵 无私付出成就众严法师落实社区的理念 刘菊英更期许自己有愿就有利 能把握每个付出行善的机会 真的是会做事好去哦 没做料去啊 所以说就要做到最后一九季 我想这菊英师姐感受最深啊 因为生你的病毒真的让你太辛苦了 好 今天除了你来之外 你们家的师兄 吴世忠师兄也来了 感恩的师兄 除了夫妻同心之外 还有同行菩萨大佬法心 今天也特别从屏东来 我们的陈美英师姐感恩 这个刚才看到这个词记人文阅读中心啊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要敲锣打鼓啊来说啊 怎么说呢 全台湾的人文阅读中心 你们家 是全台湾的第一家呢 对 哇 这真的是不简单的殊胜因缘哦 殊胜因缘 听说一开始也不是你们主动要的啦 有人建议要 是 其实人文阅读中心需要到社区去 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 那个云彩 云彩妈就跟我讲说 居于你那个楼下是不是方便 我说好 就这样 说好的时候 也没跟先生打个招呼 但是 当他说好 回来跟先生讲 师兄 我决定把我们家楼下布施出来 师兄就苦恼啦 原本车厅里面嘛 对 静静出出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也要从一楼才能够上二楼我们住的地方嘛 对 那时候我是有点不太赞成啦 经济椎炎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喔 不过啊 师姐举个例子 我觉得蛮贴切的 就是 你真的是 八楼梯喔 他不是八楼一条白的啊 双手双脚白的啊 爬楼梯 长长 就是上下楼梯 就是不方便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是一天痛苦的开始 是 因为晚上你躺了整个晚上起来 那整个僵硬 所以要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起床 听说就点光照X光照什么都 你的脊椎非常的漂亮没事啊 是 你更气啦 我明天痛了要命 你敢说没事情 对 所以你骂了医生啊 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 无名火来了啦 是 那医生也好无辜啊 现在想起来很忏悔 不对 后来你怎么样觉得说 我还是欢喜接受算了 六道轮回 因缘果报 让我慢慢去体会说 这样的身体状况 我这辈子也 也没有做什么 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事情 现在会呈现 那医生又找不到病因 那时候就觉得说 因缘果报吧 那就接受 那当2012年6月啊 就一年多前医生跟你说 啊 师姐 你得到了乳癌的时候 嗯 你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 为什么是我 那时候想法是 应该是我 夜报 夜报呈现 那该瘦的 还是要瘦 不是我是谁 对 因为无常该来找你的时候 你就接受他了 对 这个转变很大耶 观众可能会觉得 不是很急啊 以前还会买医生的啦 这么坦然的接受 听说 这个看完诊出来 护士还找不到你啊 是啊 是什么啦 我下去地下室一楼用餐 嗯 医生说一点多要做切片 嗯 对 我就下去用餐 肚子饿了嘛 下去用餐 嗯 其实我听说 还特别请 我们这个常住的志工啊 黄明月师姐找人啊 是啊 对啊 对啊 她说到 那个 厕所啊 到洗手间去 看看到哪一间 嚎啕大家哭去了 呵呵呵 对啊后来在餐厅找到我 想不到你那么清安自在 对啊 所以你就放下 就开始吃吃吃吃 吃中餐 所以当心清静 清明 清亮 的时候 哪有什么困难过不去 是 所以这对夫妻哦 从过去就有这样的善因哦 以种下的善果啦 怎么说呢 露营的前一天 他们家要完成一个重要的喜事啊 因为他们家小女儿结婚哦 这么多年来啊 他的大女儿二女儿都是慈亲哦 参加慈亲的活动 也在慈祭的团体里面遇到了另一半 他们的女儿 大女儿大女婿也都是慈亲 甚至小女婿啊 还是骨髓捐赠的成功的一例啦 所以大家都是慈祭人 不过师姐的要求更高哦 怎么说呢 影片完之后再聊一聊 从2013年6月开始 慈祭志工每个月 来到屏东市南区老人之家 关怀这里的长者 这也是吴世忠夫妻俩 一家三口一起做志工的时候 这边用八桥嘛 这边就是他脚步 这边就是他脚步 对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非常全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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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身为人文真善美志工的吴世忠 负责影像记录 刘菊英则是活动中 负责活络气氛的思宜 我很喜欢现在老人家 他那个有那种童真 他们很真啊 他很表现他们想要说什么就想说 就很握心 因为像我刚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哎呦 安定他落后天过来 身为老师的大女儿吴婷威 也会把握机会 带着学生一起关怀这群长辈们 用音乐送上祝福 接下来哦 接下来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表演 我们欢迎掌声来给他们 然后掌声 他们平常的日子就会觉得他们 如果一整天都在这里就很无聊 那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多小时的欢乐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又很想要让我的学生们都也有这个机会 从小就知道要就是怎么样子去关怀老人啊 然后去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来 我看到孩子愿意来我也很开心 有共同一个话题 节目的进行的内容 有什么需要回去 个人体验我们可以讨论说 我们下一次表演什么方式会比较好 61岁的吴世忠 为了当个更称职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不但从2012年开始学习剪接 担心自己记性不好 他甚至自备录影机 把课程内容记录下来 刷成教学片和其他学员分享 因为我没有市场太紧啊 你下一次要来的时候 又要重复的时候 又少了一个动作 你就又做不出来啊 剪接课啊 去年9月第一堂课 9月26日 我都有记起来啊 我们都会出现这个 从告号单告号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问过大老师啊 他说他也不晓得 他说为什么会跑出来 这样有没有续道一张 有有有 像我们写这个啊 简介也好论也好 如果你心不专啊念不一啊 做事就难以成就 吴世忠很喜欢这句静思语 将他挂在台灯上 用来实时提醒 勉励自己 在此季 家人可以一起投入付出 是他们三个人 共同的心愿 从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发自内心的发喜 更期待未来有一天 全家人都能走入 慈祭大家庭中 刚才最后的那个照片 是他们的大女儿大女婿啊 几年前受证的时候 全家人的合照啊 对受证那天 所以他们从慈亲认识 后来出了社会 还愿意继续做慈祭 然后也受证啊 对是不是 所以全家人因为有慈祭啊 就生活就更有意义了 包含师兄 对我们现在全家 一起吃素 说到吃素啊 这个故事啊 小小的故事 请吃用来跟我分享 他以前是啊 不要说无肉不还啊 但是对于素食就是 兴趣缺缺啦 直到有一次哦 他去菜园要灌溉的时候啊 一只母老鼠跟好几只小老鼠 改变了他 决定要当下吃素啦 就是有一次到田里去灌溉嘛 然后我在灌溉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一只母老鼠 他一直在看我 而且很紧张一样 然后我要赶 赶他赶不走啊 他就冒着 生命危险 就往我前方游 一下子就沉到那个水底下 我就看到他嘴巴就含着小老鼠 往那个高处没有水底下来回跑了六七趟 那时候那种画面 我当时就被他感动 感到很参悔 上年就讲一句说众生平等啊 我没有那种义务跟权力去说一起杀生 害这些小生命 那时候我就当下决心说 我开始要吃素了 所以过去你可能跟这只老鼠有结好缘 那可能是你的邻居 反正这么想 我们就能够啊 前因后果啦 要知道这个因果循环 所以有智慧的人啦 除了把时间用到对的地方 也要把钱放在对的地方 对不对 你说他们夫妻其实非常节省哦 对啊 很缺的哦 小姨明的东西 像鞋子穿到鞋子 也继续穿了 对啊 那三个都要去 自己都去去 去虎虎的就对了 这样哦 对啊 听说 女孩嫁人的时候 你们穿的三个都没改变过哦 像我西装就穿 持诚之骨这一套而已 我女儿两个女儿肩 我也是穿这一套 嗯 没有特别去做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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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去做 所以你花了二十几万为了成就人文真善 为慈悸留历史写记录更重要的是 师姐 你刚才有说吗 一年多前乳癌 他有保险 乳癌的理赔金多少钱 好像印象中差不多25万左右 25万左右 你一百万要捐 溶董护持慈悸的置业 还差七十几万 钱怎么来 其实我在受证那一年 其实上人给我挂上佛心四肢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说我十年之内一定要圆满溶董 这样子 就是有许下这样的一个愿力 因为发十年就表示 你的经济一定不宽裕 是啊 因为我没上班没工作 所以我的经济来源是师兄 还有小孩子给我的利用钱 所以你就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加上乳癌癌症的理赔金 对 更了不起的是 真的是父母是孩子的魔 我刚才讲说 大女儿大女婿 小女儿小女婿都是慈情 师姐她的要求更高 有多高 影片完之后 我们再来请他们讲 师姐有一个更宏大的愿 请看这段影片 秘密哦 来 亲爱的老爸老妈 感谢你们就是这一路陪我很多 尤其是小时候 我知道我是 虽然身体不是很好 又任性 然后又特别爱唱反调 所以呢 可能在这一路上 你们 很有耐心的陪伴我 那 非常感恩 心里的感谢 其实也不是一些言语能够真正表达 我即将也要踏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我想跟爸爸妈讲说 我很爱你们 谢谢你们 把我生下来 给我这么好的教育 给我这么好的环境 让我长大 给我很多的空间 那 之后呢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然后 有一次妈妈 希望妈妈能够 放轻松一点过日子 然后 让自己开心一点 快乐一点 我希望你们永远身体健康 女儿真的长大了呢 这送你们的秘密礼物 谢谢 谢谢 我们绝对没有 要想让来宾哭啦 不过就是希望要让来宾的亲友 讲出肺腑之言 嗯哼 是 刚才小女儿最后就讲说 希望妈妈 再放轻松一点 更自在一点 把自己照顾更好一点啦 相信这也是师兄的心声啦 对 我要感恩我们家师姐 她真的很用心在做慈祭 不过在做慈祭 之中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嗯 你也一样啊 对 人魂真善美 那个出肌那个机器也很重 你要把自己照顾好 也要注意眼睛啊 因为简介都要花很多眼力啊 所以你们两个要互相提醒 互为贵人 互为对方的不情之私 好不好 好 谢谢 最好 赎罪有过相提醒 我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你走过这么多 不要说这么多啦 多年来的病 不管是脊椎 僵质性脊椎炎 或是这个乳癌的 这个无常 你为什么话要提醒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加入慈祭 成为上人的弟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那一句话就是 上人的法要入行 要行在菩萨道上 那真的是来用这样的法来供养上人 那也是成长我们自己 那是需要许多法水来灌溉来滋润的 对吧 是 所以希望大家把身体照顾好 心也要照顾好 多看大爱 你就越来越可爱 像他们两位一样 一位是帮大爱 当我们人文真善美之公 一位是宣扬慈祭的人文 实际人文阅读中心 感恩全台湾第一家 人文阅读中心在你们家 你家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爱的家 感恩你们 也祝你们的愿乐和圆满 全家人 当座做主座 后遇相守 行行谢谢 感恩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